原标题,境外媒体,欧盟愿在一带一路发挥经济作用参考消息 网3月28日报道境外媒体称,欧盟和中国领导人26日试图在经济合作领域打消彼此的顾虑,欧盟领导人表示,他们仍然对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持开放态度 据塔斯社3月26日报道,德国总理默克尔26日在巴黎同法国总统马克龙,欧盟委员会主席荣克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后称,一带一路是重要项目 欧盟希望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 默克尔说,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项目,我们欧洲人想要在这个项目中发挥积极作用 他同时强调,期待在项目落实过程中有某些互惠,项目本身很好地反映了我们彼此相互预存的特点 他说,我们正在见证世界的迅猛发展,包括经济中心在内的各种中心不断转移 因此再到变革时代,重新找到平衡十分重要 另去香港南华早报网站,3月26日报道,德国总理默克尔强调 一带一路是欧洲国家想要参与其中的重要项目 他还说,作为欧洲国家,我们想发挥积极作用 这必须带来一定程度的互惠互利,我们目前仍在这个方面存在一些争论 我们认为,这一项目很好的体现了相互作用,相互关联与相互一层 是在罗马的国际问题研究所的要洲事务高级研究员尼古拉卡萨利尼说 他认为,欧盟领导人在谈道,一带一路倡议时,发出的积极论调,不只是出于礼貌 他说,默克尔和荣克,就一带一路倡议发出的积极论调是真诚的 而且欧盟想要与北京开展合作 卡萨利尼还说,许多欧洲人在与美国大边主义,及大西洋两岸关系 冷淡外特征的当前局势下,支持与中国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 此外,据俄罗斯报网站3月27日报道,中欧关系应当是什么样 这个问题是相关各邦,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法国的最后一天,在爱丽舍公讨论的焦点 报道称,法国总统为给予对话应有的重视,邀请了德国总理默赫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荣克来到巴黎 报道指出,欧洲三巨头在爱丽舍公的会晤中表示愿意跟北京合作 欧洲领导人意识到,他们无论如何都避不开一带一路 默克尔的言论证明了这一点 他说,一带一路是重要项目,欧盟希望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 欧洲人当然期待某些互惠 欧盟希望在某些互惠的地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